大家好,我是懒人范范,今天做一道鸡肉 鸡肉焯水就不够嫩滑了 所以我们放一些淀粉进去,把它抓洗干净 用淀粉抓洗,可以很好的去除血水 抓洗干净后,用水把它冲死几遍就可以了 提前泡好的香菇,把它对半切开 还准备了一些板栗 板栗跟鸡肉煮真的非常好吃 锅烧干后,放一些油 然后放入姜葱爆香 再放入鸡肉 把鸡肉炒香 鸡肉炒香后,放入两个芙油蒸香 放一些蚝油提鲜 再放一些胡椒粉去吸油蒸香 一点老臭调色 把它翻炒至下 炒出姜香味后,放入板栗和香菇 接着翻炒 板栗翻炒一下,会更加香 然后放入泡香菇的水 然后多加一些清水 把它翻一下底 煮开后再盖上盖子,转小火煮20分钟 可以了,要调一下味,放点盐,白糖 把它翻炒均匀 再放一些水淀粉 再翻炒几下 看一下汤筋浓稠就差不多了 最后放上一些葱花 这样就做好了 这个做出来的姬油和板栗都非常的好吃 赶紧试一下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